有几种方式啦,你可以 反正先点一下 三点也可以啦,或者是我看 这样应该也可以 点一个中心点 拉过来之后嘛,也可以 就直接点一下这个端点 或者三点也可以定一个圆 接下来的话,多边形 然后要几边呢 五边嘛,五边Enter 然后五边的话 我们一样中心点,中心点是这个中心点 然后是 外切 之后的话,往 往下 拉一下,到四分点点一下 好了,之后的话呢,那再来就是 先把它标注一下 线性,从这边 到这边 他原来的 是66.5 对不对,那尺寸不对,所以比例一下 然后选取物件,把整个选起来 空白件 接下来的话,基准点,基准点我用左下这一点好了 然后呢,记得是R参考 所以一定REnter 旧的长度是从 这边 到 这边 新的长度是 75 Enter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有没有看到 75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可以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实你如果画了顺之后 你不论画什么图形 不论你今天是机械图 或者你今天是建筑图 或者你今天要画什么玩具图 反正 他的基本用法就是 就是这些东西 在变化的 反正不害物就点线面 最后就是一些 看你要怎么变化 圆 矩形 那尺寸不对的话,你可以去修改 所以其实 用来用去 到目前为止 都是这些工工具里面 那指令部分你也不用去背 反正这里面 基本上都 都有